接着我们来完成儿童视力的题组翻译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事实情境 讲出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情境的说明 为了减少电视或手机的辐射 对儿童视力所造成的伤害 现在光是这一句就很难翻了 句子在后面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在前面是为了是表目的的 所以当然一定是用to开始 用to最简单的 为了减少to reduce 也可以用这个减少 当然你也可以用decrease 不过我们用reduce用的最多 好现在开始用自问自答的方式 减少什么为了要减少什么 电视手机对儿童视力造成的伤害 诶 重视在伤害 受食在伤害 为了减少这个伤害的harm harm就是这个伤害 那伤害如果很多就可以加S 我们用单数就可以了 好了再问自问自答 什么伤害啊 对不对 后面就要小心了 对于视力的伤害 那就是harm 后面就是对什么 就用to to的i side 对于视力的这个伤害 那谁的视力一步一步来 off 这个是儿童 这应该是指学校的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写off school children 这样子 第一个就弄出来了 好 再来第二个问 那你伤害是由什么造成的 伤害是由这个辐射造成的 这是 好 那么 辐射造成的 那是被动 我们就用白的radiation 好 这个片源又出来了 那辐射在这边 辐射从哪里来啊 辐射就从电视 获得是什么啊 手机 你看又来了 来自于 好 radiation 打错了 radiation from tv 或者 or cell phone 好 这个tv跟cell phone 可以当用单数来写 因为这并没有讲说 一部电视 两部电视 好 这个 一个手机 两个手机 并没有讲到数量 就是通称 所以我们可以用单数 这个前半段就是片语 你看看 都是片语的运用 好 句子我们也可以写了 我们可以采取下列的什么措施 那就很简单了 we can take 或者是 adopt the following 下列的 major e-a-s-u-r-e-s 措施 ok 好 现在 要说明做法了 第一个做法 这是第二个做法 那么第一个做法 是说 其一 那我们就用 one is lat 或者是 one of then 因为你这边有很多measure 那其中一个 我们就可以用 one of then 这个then就代替前面的measure one of the measure is lat 就是 这是很固定的 好 这个再来 就可以用 another is lat 两个就是 很棒的一个对称的写法 one of then 这个也可以用 one is lat 这个of then 是可以 不要写的 现在我们就把句子给他完成吧 其中一个就是 父母亲 可以限制 好 父母亲我们写 parents 双亲啊 当然可以限制 这个孩子不要看太多的点是 parents can limit 限制 或者是 limit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减少 decrease 好 动词出来了 我们就要自问自答了 减少什么东西 限制什么东西 限制 时间 减少 这个时间 这是靠中文去体会的 好了 the time 这个时间 再来自问自答 什么时间呢 对不对 好 这个时间就是 儿童看电视 打电玩 那儿童看电视 这是有一个动词 打电玩也是一个动词 可见的 这里后面要补上去的是 不是偏语了 是指据了 是指据 因为有动词嘛 所以这个指据就要有连接词 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用 which 好 时间可以用 which 这个时间是 小孩子 这个用来 怎样 好 小孩子用来 那就是写 which children l 写了 d r e n spend 学生 孩子 花时间 做什么事 我们都会用 人 花时间 都会用 spend 那么学生 花这个时间 回去就代替时间 学生 花这个时间 在做什么事情呢 后面就接ing 那要不然就接on on后面 那你就要加 名词 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 这个老师提醒你 注意一下 你用spend 你要用动作 那就可以用这样子 in神略调 然后加 用名词 要不然 你就用spend 加on on后面就要加 名词 这两个是很多同学会疏忽掉的 比较精简的 我们就用这个on就可以了 后面加名词 那我们就可以写on television on television 就是在电视上 还有在什么 打电玩 就用电玩 or video games 这个 就结束了 非常棒 这样去 我们要写 再来了 好 再来 刚刚老师有讲过 一个 one is late 那再来就另外一个 another is late 后面再句子 再写出去 父母亲 可以怎样啊 带的 好 这是第二个 parents can 带着一起出游 我们其实就可以讲 can take a trip 跟谁出游 with their children 或者是 kids with their children dren 好 with their children 这样子 那跟孩子出游 以目的 干嘛 目的 就是要接触 大自然 to 接触是get closed to 这个to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加名词 接触这个大自然 大自然 我们就可以用 great nature g-r-e-a-t-n-a-t-u-r-e 这样子 就 ok了 那老师也可以 also 也就是also teachers can 老师可以怎样 鼓励 encourage 他这个小孩 encourage 或者是他们的学生 their school children 因为这个 应该都是小学啦 国中之类的 小学生比较多 所以 their school children 鼓励他们的 学校的是孩子们 鼓励他们干什么 to 鼓励人做什么事 是用encourage 人 to 去养成 to 养成 就是用简单的 form就好了 form the habit of 什么 去做运动 好 做运动 当然可以用 exercise exercising 或者是 taking exercise 做运动 ok 这个就是整个完整 有关儿童事例 怎么去 这个 处理的 好了 我们这边 做法讲完 可是呢 没有结论 我们很快的 写一个结论吧 前面已经讲过 做法了 如果我们能这样子 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护学生 这个他们的事例 好 那就很简单的 in this way 好 in this way 如此一来 那么 也有人喜欢用这个 only by so do 或者是 only by doing so 这样子 不过这个写法 会容易混淆 因为in this way 后面要加 do 点 only by so do 是要直接 借过去的 没有 没有加 do 点 你要加 豆 点 其实也无所谓 only by so do 但是后面 要接 导装 接 导装 可是in this way 是不接 导装的 所以这个 在结构上 会冲突 我们就用 一个 就可以了 in this way 如此 we can 我们就可以 帮助 孩子们 来保护 help help 后面加 原型动词 protect 保护 他们的 I side 保护 Iside 免于什么的 伤害 后面 马上又加 片语了 from 免于就是from from the harm 好 这个 免于这个 伤害 什么伤害 前面 这个 有讲过 有什么造成的 这边我们可以用off from the harm off tv 还有 什么 sale phone sale phone 可以分开 可以合起来写 都无所谓 ok了 这个就是 精简 二要的 一个 结论句 好 有关于 电视 儿童 视力 的 提主翻译 老师就 讲解到 这个地方 说 我 想 我 我 我 想 谢谢大家